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来到港人讲市 当然港人讲市要关心香港市民 我们当然很关心香港市民 但香港市民很多时候都说, 哎呀, 有所谓 但我亲眼看到, 我没理由不说给你们 那些西洋菜, 我们可以用水沖一沖 接着载着它, 让博士去看看有没有事 因为那些西洋菜很不靓, 所以特意叫博士去看 博士一看, 哇, 超多虫 他说你们看一下, 我初时都不太想看 你知道我是一个自私的香港人, 看什么, 关我什么事 几条虫, 是不是, 自小吃到大的, 是不是 不看油自可, 他就猛逼我看, 那就好了, 看了 我说, 神经病, 哇, 不是一种虫 但是说起码有五六种不同的虫 那, 怎样我们香港, 以前你说的菜虫是有的, 我们小时候看到有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虫, 好像一些 好像塞的, 又有的, 你们看照片看到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虫, 哇, 接着问街坊 街坊说, 是呀, 西洋菜啊, 翁菜你也不好吃啊 因为那些地呢, 种得久不知怎样呢 他就特意拿这些菜来吸它的铜, 重金属的这么说 那这些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但是我亲眼看到, 是那么多虫的时候 咦, 高兵文, 你有没有和我们食物把关啊 喂, 反色脂肪的标签, 你又不理 那些油, 他说百分之一百是橄榄油 原来博士一看, 原来不是 那你又没有监管 那, 好着石鹿, 那又有问题 但是呢, 任何你都不关心啊 你最关心是什么呢 你最关心是H5man1 那但是你说有H5man1的时候 隔两天, 你又放回那些鸡出来啊 就是这些是不是政治考虑呢 但是你考虑的时候, 为了你政治利益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我们市民健康呢 是吧 那我重新呼吁呢 政府呢, 给我们养鸡, 养牛, 养猪 给我们喝我们自己水塘的水 就是我们起码自己种的菜 我们安心吃得 是吧 我们自己养的鸡 以前都没有事的, 几十年 对, 以我认识到现在几十年了 是吧, 都没有事的 为什么忽然间, 就是97回归之后 我们这么多事呢 是吧 又说发猪瘟, 羊瘟 是吧 H5man1, 鸡瘟 是吧 菜都有瘟 是吧 水都有瘟 你说喝我们水塘水 我怎么都放心 我这么东江水 就是希望政府 你真是要给我们 因为你建了那么多水塘 我都说过了 你如果水塘不让我们喝的 你不如把水塘来建房子 你不要说没有地 是不是 建医院最重要 对不对 医院需要不需要那些人呢 我们的豪哥 拍完事丁丝 是吧 流血 流二十四小时 坐在那儿 是吧 等二十四小时才到他 那不是这样 好像有一个说 闪了个头的 等了不知一年 是吧 都未到他 各粒蜥肉 就到了那个谭官宗 就是到了他 有什么理由呢 生孩子 是吧 孩子那里不知道 有什么畸形 有什么性 游走去跨区 就是这些政府 是不要得 就是贪污 不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有的 但不是贪到这样 就是看到会很生气 越生气呢 我就想办法去插你们 插你们的时候呢 我未必会在台上的 就是你知道我 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太过分 做事 就是 贪污真的 我未见过这样的贪污 香港为什么九七回归之后 你自己想清楚 九七回归之后 真的香港贪污很严重 你说你起高铁那些 那些大白杖工程那些 那些大贪 你好像只有三个大贪 我们都算了 都一只眼开一只眼闭 喂 大哥你的士又来贪 是不是 那些小轮又来贪 各样都很多贪 是不是 违标 又是你们建制派支持的 去违标 是不是 收购的 你警方又在帮手 这样搞法 真的香港不行 所以呢 哎 都是重新一句 习主席 你真的要关注香港 就是你说我打小报告 就不是在这里 是吧 希望习主席关注 多谢各位 拜拜 好 好 别把我先放掉 嗯 那是 有没有 呢 等你 按下